本章节会示范互动事件onclick 我希望当我点击按钮 会在同一个视窗开启新的页面 修订的方式为点击按钮 自检视窗格属性 找到互动事件onclick 点击两下 会开启视窗 视窗的左侧有非常多的Actions动作 透过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来完成我们的互动事件 哪一个事件中可以包含很多个动作 我们要做的是在同一个视窗开启连接 所以找到open link current window 点击一下 再到右侧的网站地图中 找到我们要开启的页面 点选ok 检视窗格中就会显示我们刚刚所做的互动事件 如果要修改这个互动事件可以点击两下 onclick这个事件只要设定在同一个视窗中开启页面 也可以使用快速键create link 那现在因为我已经有设定动作在下面 所以它目前是隐藏的 那我再重新拉一个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create link 点击以后找到要开启的页面 这样子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可以透过preview 来预览我们所做的互动事件 如果在软体操作上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至优势收看更多教学